拿住10年吧,我起码是说,你拿着这个币,炒完了,把本金退出来,剩下的利润,你拿个10年是没问题的,反正是赚的嘛,对吧,反正是纯利,其实比特币刚到今天,基本上是这个逻辑,就是很多人已经没有什么本金了,都是白赚的,所以比特币拿得住,就是核心这个原因,这个Sed币出现到现在, 市值才15亿美金,你看看那个交易额累计,几十亿美金,这都换了多少手了,因为交易所上了杠杆,上了合约,交易量放大,非常厉害,这也不足为据,也不足为奇,如果你玩一个币,确实是拿不住炒短线的,那我觉得你拿出本金来,剩下的这个利润, 你就放在那里,放他个几年,是吧,等牛市彻底的 涨上去以后,没有人 这个在进场了,就是这个最后一波了,人生顶费时 我们的逻辑是,卖在无人问津处,卖在人生顶费时 这个Sed币明显还不是人生顶费时 因为整个明文,在老外这边,都不知道是啥 还在研究 整个美国社区,韩国社区,日本社区,欧洲社区 都还不知道明文怎么玩呢 都能作图 以下 谢谢大家